联合国卫生组织认为 二十一世纪是修补人类精神疾病的世纪 心灵法门是菩萨给人类的超越物质 解决当今心态的治疗仪 我们要认识佛法学习佛法 我们一定会解决生活中所有的各种各样烦恼和各种各样的习气 让我们每天活在幸福中拥有着菩萨的佛光 我们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其实每一个人出生之后踏入这个世界 从一张白纸在滚滚红尘当中 我们学会了人间的事故 学会了嫉妒 学会了冷漠 明争暗斗 恶于我诈 缺少慈悲心 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拥有的孝心 要学会慈悲多一点爱心 多一点同情心 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爱 台长告诉你们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短短的只有几十年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等于在人间跟岁月借了一个躯壳 在人间我们用完还要还给人间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人把灵魂留在了世界上 有人把灵魂带到了天上 有人却把灵魂带进了泥土 带进了坟墓 带进了地狱 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悟 开悟的人就是想得通的人 在人间能够想通 想明白 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